小朋友们,你们好。 今天张老师为大家带来的数学课内容是图形的变化。 咱们先看看本节课的学习目标。 本节课的学习目标有三点。 第一点,结合心上减纸图案,感知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轴对称现象。 第二点,通过折纸、减纸等操作活动,初步感知轴对称图形的特点,能减出轴对称图形。 第二个学习目标,通过实际操作,感知平移和旋转现象,并能直观地区分这两种常见的现象。 第三个学习目标,则是发展初步的空间观念,感受数学与日常生活的密切联系, 培养观察、判断的能力。 本节课的学习重点是,认识轴对称图形和平移旋转现象。 本节课的学习难点是,能正确判断物体的平移或旋转现象。 这节课,张老师给大家带来了几张漂亮的图,先请小朋友们一起来欣赏一下。 这是一张剪纸写字。 这也是一张剪纸图。 咱们再看看下面的图。 这是好多的小蝴蝶。 这张则是学生们的作品。 那刚才,老师带着大家看了四幅图。 你发现这四幅图有什么特点? 没错,刚才的几幅图都是用我们的双手剪出来的。 那下面,就请小朋友和老师一起先来动手剪一幅图。 首先,拿出一张纸,对折。 对折好以后,按照老师给画好的这个图形剪。 剪好了吗? 剪完以后,请你把这幅图打开,看看你得到了一个什么。 没错,得到了一棵小松树。 快看看你们剪的和张老师剪的一样吗? 不光我们刚才做了手工, 桃桃和笑笑在手工课上也做了一些作品, 想请小朋友来看看。 这就是他们做的作品。 你们仔细观察一下。 你们发现,他们剪的图形有什么特点呀? 有的同学说,他们跟咱们一样, 先搅的一半,打开了就成了他们这个图形。 你看,你多会观察。 再看看这几幅图,这是风筝。 风筝,我们可以沿着中间给它分一条线。 分完这条线,你发现上面的图形和底下的图形怎么样? 上面的图形和底下的是一样的。 那衣服,你能不能也画一条线,使它两部分一样,你怎么画? 有同学说,中间竖着画一条线,咱们来看一看。 是这样吗? 那这片叶子呢? 这样画一条线,它分得的两部分就一样了。 那这三幅图都有什么共同特征? 它的共同特征是,这些图在数学上都叫做对称。 对称就是沿着一条线,两部分可以完全重合,也就是两部分一模一样。 这些图形从中间分开后,左右两边能够完全重合。 看,老师给你们找来了一些美丽的风景,你们观察观察,它是不是也是对称图形。 第一幅图,以水劲儿,水叶上,水叶下,是对称的。 第二幅图,第三幅图,第四幅图,说明它们和水中的倒影两部分是可以完全重合的,所以它们是对称。 再看一看这些建筑,你看,我们沿着中间画一条线,左右两边是一样的。 埃福尔铁塔沿着上面中间画一条线,左右两边是一样的。 你们再来找找下面两幅图,沿着哪条线来分,两部分是一样的。 看看第四幅图,我们横着,还是水中的倒影和上面的建筑两部分是一样的。 说明这些图形也都是对称的。 咱们看完了对称,再去游乐场看看。 这个是什么,滑梯,这个呢,是摩天轮旋转座椅。 这个是什么,小缆车,小火车,风车。 想想它们都是怎样运动的,用你们的小手跟着老师一起来形容一下它们的运动方式吧。 缆车是这样运动,对吗? 火车呢,也是这样运动。 风车还是这样运动吗? 风车是,有同学用了一个特别好的词,风车是旋转的,真棒。 那,这几种运动在数学中常见,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。 像火车,火箭,还有滑楼梯,它们都是直线运动的,在数学里叫做平移,也就是沿直线运动。 还可以举一个例子,比如,老师从这里走到这儿,也叫做平移,再走回来还是平移,因为老师是在一条直线上走。 像这些旋转座椅,摩天轮,风车,你看,它们都是在旋转,而且是绕着一个点进行旋转,那在数学上就叫它旋转,围绕一个点或轴做运动。 我们用一幅图来表示,平移就是沿直线运动,老师画了条直线,旋转就是围绕一个点或轴运动。 老师把旋转中间点了一个点,它是做一个圆形的运动,叫做旋转。 咱们看看这道题,说出下面现象,哪些是平移,哪些是旋转,并用手势做出它们的动作。 那咱们一幅图一幅图地看,先看第一个,水龙头,那我们打开水的时候是旋转,围绕着中间的一个轴进行转动,所以是旋转。 第二个,刺激,开的方向盘也是旋转。 第三幅图,抽屉,你拉抽屉的时候是沿着直线拉,还是转着圈拉? 没错,沿着直线,数学上叫平移。 看看这扇大门,我听到有些同学说它是平移。 不是,你看,它是围绕着这个轴进行转动,我们一般打到这儿,是不是如果没有限制还可以转一圈? 所以打开大门,这个是旋转。 小男孩在拍皮球,那拍皮球,球做上下的运动是在平移。 有同学说,老师,球不是会转吗? 那如果球,有的同学会转球,如果球在手指上旋转,它是围绕着一个点进行旋转。 拍球是球在上下的平移,是进行平移运动。 下面,指针,钟表,那钟表的针在围绕中间点做什么运动? 没错,旋转运动。 玻璃,推拉的玻璃。 玻璃在做,跟着老师手比划,这是直线,直线所以它是平移。 这是物理课上的转轮。 转轮,围着中间的点,它肯定是在做旋转运动。 看看,商场,大的商场里边会有旋转门,它是旋转。 在运动会场上,中国的运动员得到了金牌,要升起五星红旗。 那五星红旗是从地面慢慢的升起,是在做平移运动。 再看,这个风扇,扇叶不停地在做旋转,是旋转。 看看这个小船,从这头开到这头,从这头开到这头,它是在走直线。 所以它是平移。 我们来看这道题,第一问,蜡烛向右平移了几个格? 那请同学们仔细观察这幅图。 我们首先要确定一个点,那从这个点来计算,到第二幅图的黄色蜡烛这个点, 我们数一数,一、二、三、四。 那么,它蜡烛向右平移了四个格。 再看下一题,小鱼。 这回小鱼,同学们看箭头,是向哪边平移? 没错,小鱼是向左平移。 平移了几个格,请同学们选择一个点,自己数一数,再和老师一起对对答案。 没错,小鱼向左平移了五个格,你们答对了吗? 本节课的知识技能要点。 首先,我们一起认识了轴对称。 感知平移和旋转现象,并能直观地区分这两种常见的现象。 第二个知识技能要点,是发展初步的空间观念,感受数学与日常生活的密切联系,培养观察判断的能力。 本节课的主要内容,第一点,认识轴对称。 轴对称是,沿着某一条直线,左右两边或者上下两边,两部分可以完全重合。 这样我们说,它就是对称图形。 能动手制作出轴对称图形,理解平移和旋转的运动特点。 平移的特点是沿直线运动,旋转的特点是围绕一个点或一个轴进行旋转。 在生活中,有很多平移和旋转的现象,也有很多轴对称图形。 希望同学们用善于观察的眼睛,去观察我们周围的事物。 好了,这节课就上到这儿,同学们再见。 再见。 再见。 再见。